總統賴清德八月首度以三軍統帥身份 主持將官晉升典禮 國防部也在典禮後舉辦茶會 但有平面媒體報導 總統府一名女性官員說 活動性質輕鬆 將官坐著就好 不必站起來 結果賴總統進來後氣得大罵 我是三軍統帥 看到我為什麼不站好 還摔手中的資料 借題發揮耍官威 不會讓國防戰力變更強 國防部強調總統怒罵立威等 是誇大謬誤誤導視聽 據瞭解賴總統當天確實有提醒 軍方怡劫需要注意 但並沒有怒罵情況 而知情人士也強調 這是別有用心的錯誤描述 道聽途說 藉此進行攻擊操作 其實賴總統相當注重國軍 過去將官定期晉升典禮 原本每半年舉行一次 但在111年5月修法後 改成每個月舉行 為表達對國軍幹部加冕 從9月起在府內由總統親自主持 9月份晉升典禮 更首度由賴總統逐一唱名 介紹新進任將官 賴總統對國軍晉升 展現重視 也讓立威說 不公自破 三連心 我歡迎收看 台北查邦島